三个盗墓贼深夜挖风掘墓 就在开关燕宝时 竟然冲出了一只鲜活的白狐 而棺材里却空无一物 就在这时 胆大的狐三踹起手枪走出坟墓 旋转声音他来到一座山头 结果不看不知道 一刻吓一跳 只见那白狐双手合十 正对着月亮前程跪拜 吓得狐三当场撂崩 然而下一秒 狐狸竟然不见了 狐狸竟然不见了 狐狸而顿时就懵了 谁知叫浑声再次响起 当他转过身 那只狐狸就恶狠狠地盯着他 而守在坟边的屯长和马村 也瞬间被狐仙招了刀 这就是东北怪谈之猎狐 传说在东北老屯子 流传着许许多多奇怪的故事 尤其是无仙儿 狐黄白牛辉 而这其中最厉害 教书为首的狐仙 传说 狐狸窝 是要死人的 果不其然 瓦分的三人中两死一伤 只有太监马川 居然活着回到了马家屯 但人却彻底疯了 村民们只好将他捆了起来 而且他们还担心 被狐仙串了起的尸体 会咋死 T赶紧烧了尸体 一绝后患 但村长的儿子马栋梁 却极力反对 毕业欲拦翔的他 根本不相信这些流鬼蛇神 当场就像开关验尸 而接下来的几天 他却接二连三地目睹了各种离奇事件 MING PAO TORONTO